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忏悔的一个重要性 另外一个就是发愿 发愿在佛教里头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元 但是大家大概都不太了解我们发愿的功能 我们现在话叫功能 在古代叫功德 大家也不知道功德叫什么意思 就经常功德无量 因为也不知道功德叫什么 所以无量就变成不量 量不量有关系的那个量 这个功德是指它的作用效果 应该来讲是指价值跟意义 我们发愿是这样一种状况 你不进入佛门 人生没有觉醒 那你的人生是在已知的范围内 已知的范围内 你会反复地去做 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你要是有禅修 你很容易发现这种状况 我们的人生啊 都走在已知的范围内 这个小框框里面 佛陀佛陀跟我们分出来有三个类别 是你所依据的框框 那一个就是欲望 一个是摄像 一个是想像 所以这个叫三界内 三个范围嘛 界嘛 三个范围 一个欲望的范围 摄像的范围 就是形象 有一个是想像的范围 那我们就要打破这三个范围 走出去 这个叫出三界 那你假如没有觉醒啊 你会用这种惯性 世间的这种惯性 我就要赚钱啊赚钱啊 我要买房子啊买房子啊 买汽车啊买汽车啊 这就是摄像嘛 那个形象啊 你依赖着他 没有他你活不下去 要不然就欲望 我要吃啊 昨天吃什么啊 日本料理 今天啊吃越南料理 明天啊吃 真的吗 我告诉你 千安米今晚就饭了 为什么要去吃那么多东西呢 那是你的欲望 绝大部分的人在这两方面 另外一部分在想像 这是比较高级一点的 思想家大概都是想像的 那些搞思想活动的 都是想像的 所以你看那些革命分子 他的情操很好 他洁身自爱 他比宗教家更厉害 他一定要顾全他的面子 因为他怕人家攻击 所以那革命家 政治界革命家的人 他非常洁身自爱 他不太敢惹上一些 是是非非的事 跟宗教家不太一样 宗教家是自然人 他常常活得很潇洒 动不动会惊吓一方人士 这个就是宗教 跟政治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状况之中 你要知道 在既有的范围里头 你有安全感 因为已知嘛 知道吗 已知啊 你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佛头告诉我们 这个是很麻烦的 当你有福报的时候啊 好像还不错 可是绝大部分啊 都是没福报 因为我们有可能 这边有福报 那边没福报 那这个时候啊 你常常那边没福报 会逼得你这边的福报 都消失了 你知道吗 我跟各位讲 这一点你可能体会不到 那个胃痛啊 有没有 胃痛痛起来 哪不得了 可是啊 当你胃痛的时候 你想一想 我只是胃痛而已嘛 我心脏没有痛 所以我don't care 有没有可能 你可以活在不痛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活在痛的地方呢 尤其是牙痛更是 真是不要脸 对不对 牙齿痛有什么好那个嘛 因为牙齿痛 我不要活在牙齿里面嘛 我活在舌头上面不是很好嘛 你想想看嘛 你牙齿痛起来的时候 舌头伸出来去舔一下 蜂蜜好甜嘛 有没有可能 你绝对做不到 因为痛起来 你全身的健康完全消失 有没有 所以当业障来底呢 你就什么福报也没有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种状况 你想想看 那你就会发现 那痛苦本来就到处存在 其实不是啦 痛苦的成分跟比例 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就是因为你在已知的范围里头 这一点就麻烦了 这个就麻烦了 因为你在已知就那些嘛 所以当这某一点出问题 你所有已知的范围全部被横盖了 所以牙齿痛起来全身都痛 真的吗 我看不是啦 只有牙齿 那颗牙齿而已嘛 你就把牙齿压住 你就告诉他 你痛我不理你啊 除非你不痛 要不然痛起来我不理你 我到北的地方去 你绝对去不了 那些小说才有可能 为什么呢 已知的范围啊 就有这一种啊 不当 所以佛陀教我们 你不要活在已知里面 你要活到未知的地方去 那这里面来了 因为你不敢走出去 你不敢走出去 一出去就出三界了 所以很多人修了老半天啊 是拼命在修啊 入三界 不是修要出三界 你要搞清楚啊 我们要你出三界 你轮回了生死啊 可是你通通跳进来 在这边生死轮回啊 因为在已知的范围里面 里面啊 你才有安全感 跳出去未知的范围 你没有安全感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以为你学佛啊 你根本就学颠倒 他明明就让你出去 然后你就拼命的往内冲 因为你冲进来 你才有安全感 所以你信不信你自己想想看 有没有问过这一句话 师父我们学佛是不是要吃素 受五界是不是不该喝牛奶 为什么 你在求着一个已知嘛 然后你要这样做嘛 你今天不会这样问说 师父我们学佛要吃素 师父说是 你就马上说 从今开始我要吃牛肉 你绝对不敢不敢讲 因为你要一个已知的让你做嘛 然后你就照着已知的去做啊 你就会从你实践已知的范围来表现说 我是个乖儿子 我是佛陀的乖子孙 就这样子 这样子证明你的存在 然后你又在已知的范围里头上 你继续看看 佛法尤其是禅法 最直接的就是要你跳出去 一有什么状况你马上跳出去 可是你不是你一有状况就马上跳进来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 现在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跳出去 要出去以后你为什么又常常会跑进来 就是你没有愿意 你出去以后 因为在广大的境界里啊 是没有方向的 一没有方向啊 你就恐慌 恐慌你又找一个已知的跳进来了 但是你假如有愿意的话就不一样 愿意就是我们常讲的定位 一个人啊 不定位 这个定位不是你自己想象的 是有了空性以后你才会定位的 也就是你出三界以后的愿意 那个才叫定位 一个人在没有定位的情况之下 你的生命啊 是宇宙洪荒啊 无量无边因素当中的一个 你的生命啊 会被整个法界把你组合 组合掉 所以你会活得很无奈 因为你被人家挟持着 被谁挟持你也不知道 最倒霉的是你身边的人 当你有点觉醒你就发现 都是他 都是他 因为跟你越近的人 对你挟持的那种情况啊 影子越强 其实他是倒霉的 不是他挟持你 你们只是组合以后啊 共同被外面的因缘挟持嘛 你知道我们凡夫就是这样 我们大家都被挟持的 我们被什么 用现代的话叫被万有引力吸引着嘛 所以你通通往地上掉 你不会往天上掉啊 今天我们学佛啦 我了解到了 我就用一个愿力把我带出去 这个叫横出三界啊 这个出去愿力你一定要坚定 所以我们要一再发愿 那个发愿啊 你刚开始当然用你选择的 说众生无边事愿度 度到你就知道度 因为你没有去度啊 你不知道众生怎么度啊 你很愿意啊 众生很苦啊 尤其想到我苦的时候啊 那众生就更苦了 所以呢我愿意度众生 其实怎么度你根本不知道啊 你要碰到众生你才知道啊 你没有碰到众生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度众生 所以这个愿力啊 只是一个啊 我想象中的愿力 你提出来以后啊 它有一个很重要啊 就是遇到境界的时候 那你是在跳回来呢 还是真的向前前进 这个修行就在这里啊 遇到状况以后 你因为用你的惯性 把旧有的收集过来 然后用你惯性的部分去做决定 那没有办法 因为你只有这一套本事而已 可是我们还有一套本事 那就我这样做对吗 这一套本事就是你学佛的第一功德啊 我跟各位讲 第一个功德啊 我这样做 对吗 那我也只能这样做啊 对不对 你只能这样做 并不表示它一定对 但你必须去找到说 有没有什么破绽 我可以证明说 这个是对或者不对 这个就是学佛的要理 你去用什么方法找到 证明你这样做是对或不对 对不对不要紧哦 那你要能够证明出它对或不对的 那一个方法 那就是你的法门 这个就是法门 你要一再反复的去运用这样一个方法 那告诉你 你的生命品质啊 一定会快速的提升 因为你就已经不是在已知的范围里头了 因为在已知的范围你只能这样做啊 因为未知的你不懂啊 但是呢 当你一再的去求证 用你的那个方法 来证明我现在所做的这样对 为什么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那你那个正确的一条路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那再下一步啊 再下一步啊 我只能讲这两步 因为再下去第三步你就听不懂了 第二步产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 我知道该怎么做才对 那个就是感觉 那就是我们讲的智慧 当你有那种感觉说应该怎么做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哇 这个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那个感觉产生了 那个叫做般若智慧 那个就是空性 因为它不是用推理的 第一阶段啊 你是没有办法 你只能就已知的范围啊 来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不要紧 这个决定以后 你又有一个方法 那就有法门啊 去判定你这个对或不对 那么对我要怎么继续前进 不对我要怎么改过 因为你既然知道不对 就知道改过嘛 对不对 那当你一切反复适应自信能力 到某一种状况的时候 只要一有状况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那个是凭感觉的 不是凭推理的 这个叫般若智慧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这个愿力啊 它指导着我们真正出三界 所以你刚开始在这里 会进进出出 哎呀我就要这样嘛 对啊 没境界啊 都很这样 一有境界啊 又说回来了 为什么又跳回来 因为你已知的范围只有这些嘛 但是你要知道 一个学佛人所要的那个本事啊 本分啊 那个本色啊 它就在于 嗯 我有一个东西 我可以来判定 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决定 是对或不对 当你这一个判断 还行 减好的这个部分 一再的确认 那我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做 当然这里面我们要经过 不是说无量无边啊 我讲好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的失败 这是常有的 这明明不行又跳进去了 可是我很清楚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有些时候过一段时间才发现错误 有时候呢你很快 我就知道你看果然是这样 那都很快 明知不行 那我又把它做下去了 我就知道不能生气 还是骂得很爽 这个常会有的 可是当你这个煎熬过去以后啊 你就知道了 好了 他又要开始了 我马上向那边唱歌去啊 我就不会从他再发脾气啊 那这个时候你就已经感觉到那个状况了 这一个感受的能力 这个感受到那种生命存在的能力 它就是般若智慧啊 就出来 那这个就是很发愿的功劳啊 这是学佛底功 这个叫功德无量 知道吗 这不是量不量 没关系 这是重量被的量 你懂得修行是有方法的啊 初三界就这样出去啊 这样讲起来好像初三界并不提前啊 所以我们在一定的规范之下 来进行这些啊 那修行还是啊 非常潇洒的 非常自在的 那问题就是啊 当它涉及到世间法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啊 哎呀 怎么老讲这些呢 不讲这些不是啊 很卓越嘛 很殊胜嘛 对不起 那个卓越跟殊胜啊 是建立在有违法中 因为我们的色身 是在有违法的三界内 因此啊 我们必须从三界内 这个沙婆世界的境界里 来完成它 这个不容逃避 不容许逃避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架构架好以后啊 那你就知道说菩萨性格在哪里 你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因为它会往上走啊 那你也就在这个愿力 发愿的愿力上面 把你带领出去啊 所以当我们走出去 发愿以后啊 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拉达 让我们啊 从三界内啊 走到三界外 走到三界外以后啊 这个生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哦 这个在整个法界中啊 它是一个发光体哦 各位要留意哦 你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在这边坐 蒙着头瞎干 而且哦 常常哦 在乌烟脏气 撞得头破血流啊 在整个法界中来看 它是一个发光体 当你出去以后 出了这个三界以后 一直在这边 那你再回过头来看三界内的众生 那你就可以知道怎么带它出去啊 有没有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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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做完功课就回向哦 那叫小回向 那模拟呢 因为你都没有成就怎么回向嘛 我们现在就是试着 试着 在这个地方拿去 我们会发现 有些时候成功了 有些时候失败了 那当我成功的时候看看 它为什么有时候会失败 那你对于这个失败要改进啊 那比你在还醒的时候啊 在失败的当下来还醒的时候 效果更大 因为你有成功的经验 要把前面为什么失败 你就马上可以意会到 以后也有可能那样失败 那你要避免这些失败很快 所以它效果会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也是一种回向 所以我们在还原的修学领域里头 这个叫双回向 不是到绝对成功的时候才回向 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也可以回向 就在这个地方进行 它是两者同时并进 当你到达成功以后 完全成功以后 那就完全回向没有问题啊 所以发愿啊跟回向啊非常的类似 但是一个在阴地啊叫发愿 一个到火地啊也叫回向 那么这个在修学当中啊 常常会进行的 会进行的 这个是两个部分 佛法本身啊 我们跟各位谈啊 它叫实践学 不叫哲学 哲学啊是属于大脑运用的一部分 这大脑运用啊 形成一个系统啊 那就叫哲学 哲学啊通通属于知识 知识一产生以后啊 它里面有真有假 每一个要讲的人都说是真 没有一个会说我讲假的给你听 它有没有价值啊 那就要看历史上的评断 因为没价值的东西 随着时间啊 它会被淘汰掉 那有价值的东西啊 它会继续影响着 那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生命 一直耗在哲学里面 那我们可以告诉你啊 实践学啊 是你必须去实践的 所以佛法中的东西啊 它本身所讲的 就是它做的 你知道哦 任何一部经典啊 它都这样写着 佛经啊 都说如是我闻 意思 佛在哪里哪里 那个佛啊 是指觉悟者 里面的经典啊 都是觉悟者所走过的 过程 当然 它把成功的经验 记载下来 很多失败的东西啊 因为失败 它往往失败几千次 才得到一次成功的经验 我们就把成功的经验 记录下来 你忘了 它几千次几万次的失败啊 你没有做 你可以不做 你可以知道它成功的部分 这个叫哲学 实际学就是要你去做 它失败一万次 你也要跟着失败一万次 知道吗 这个就麻烦了 大家都说 师傅你告诉我成功的方法 我来做就好 没有用 因为啊 那个方法给你啊 你还是要失败一万次 你才知道 你不失败啊 不去经验那个失败啊 那个成功是没意义的 因为重点不在成功 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的成长 你不经过那个过程 你就不能成长嘛 所以佛陀讲故事给我们听啊 一个人吃了十碗饭才饱 他终于开悟了 他早知道我吃这一碗就好 前面那九碗不要吃 你想有可能吗 你吃完那一碗你还没饱啊 你还是其他九碗要吃下去啊 对不对 现在我们都跟那个人一样的愚蠢 都以为你只要把成功的那一碗给我吃就好 我就成功了 没有啊 吃那一碗还没成功 因为你还差九碗 所以过程里头 从脑筋来判断那是失败 失败是你的得失心 从竞争心在看 从生命的立场来讲没有失败 没有失败这种东西 你总不能够说前面九碗饭都吃失败了 哪有吃失败 你就吞下去哪有失败 对不对 你说我终于吃到第十碗才吃成功了 当然讲可以这样讲啊 但是你就要吃九碗不饱 第十碗才吃饱嘛 那你把吃饱叫成功 把没有吃饱叫失败 那也可以 可是意义恐怕不在这里啊 我们在接受所有的信念当中啊 信念都是实践 实践你会认为失败失败失败 其实无所谓 那就一碗一碗吃下去嘛 吃到饱的那一次就成功了 就这么简单啊 现在问题是你的脑心不饱啊 你不愿意啊 你不甘心吃啊 你脑心懒惰啊 你以为说 你就告诉我吃 怎么开悟的那个方法 我做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开悟 你就是没办法嘛 关键就在这里啊 师父要怎么明心见性 师父要怎么明心见性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怎么明心见性 我也要明心见性 这从哲学 从逻辑 从推理好像是合理的 但不是 他要你去实践 你没实践就没办法嘛 这很简单啊 那你就说那你讲我来 我说你回去做嘛 你做到那里你就知道了 你在做又不认真做 做两下子就胡思乱想 你想有可能吗 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修行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 我们传几例给各位看 你回家 你去注意看看 你念普门品一念三十年 那样弥陀经也一念三十年 对不对 可是你看看你孙子 他今年念的假如跟去年念的一样 那晚了 怎么被留级啊 今年的书跟去年的书 不可能一样 因为你要升级 书本不同一版 可是呢 你去听每年都被阿弥陀佛留级啊 对不对 每年都念《弥陀经》 《弥陀经》 念了三十年 为什么还不毕业 他关键就在这里 他要你实践 你透过读诵《弥陀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自信一处 你透过读普门品的时候 有没有自信一处 不是啊 我们是嘴巴在这里 念脑筋去漫游啊 所以你在念三百年你也是一样 那要用的是那个方法 你要去实践那个方法 那个心啊 自信一处的那个方法 你要去做 那才有可能成就 这个就是啊 我们讲的实践 你真的实践 就一定兑现 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没有成败的问题 用语言来讲 有成有败 那你必须啊 失败到 饱了 最后一次你就开悟了 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 真正的 规范就规范在 你要如何去实践 戒律是如此 组织 组织制度也是一样 那我们在一个完整的制度里 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大家不必去担心 我在这个范围里头这样做 会产生负作用 他没有负作用 他就是照着这样做 我们说实在 跟着佛陀修学啊 修不成功啊 就有够衰了 你知道吗 还有 在附带赔偿 没有赔偿责任 我们修就是要修成功啊 那修不成功 就已经有够倒霉了 那还要再负责赔偿什么 对不对 所以不会有负作用的 你会产生负作用啊 是你自己弄错的 怎么弄错啊 你可能自己想啊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结果你不照佛陀的方法去学 那有可能你就弄错 尤其啊 是人格不健全身心不健康的人 这我们前面也在讲 这些人来修行特别精进 那他就会啊 产生追求特异功能的状况 那这个就是负作用 我们不主张这个样子 我们所要求各位的是啊 你如何自行一处 产生那一种智慧 在我们的生命洪流里啊 让他发挥幸福自在的 这种生命芬芳 这个才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啊 学佛不是要去获得特异功能 很多地方啊 一再的在指导说 怎么样怎么样 什么能力什么能力啊 我们知道那是会有的一种奖品啊 修学过程当中会有 但是你把那个奖品当作目标 每一次一定要达到那一种目标的话 那你就会出问题啊 就会出问题啊 那那个问题就会很严重 我们告诉各位那不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在以往啊 也跟各位传过了两次戒 那以后呢 我们还会陆续的有传戒的这种活动 这个传戒啊 我们不否认 那我们也要进行 那么以往啊 我们秉承传承 传统的传戒 那我们传戒里 基本上是五戒 菩萨戒 菩提心戒 普贤大戒 那另外呢 我们有一个金刚光明法可以 也就是龙王法 这个部分呢 是要我们有一个护法 我们五戒菩萨戒大家比较清楚啊 五戒大概是基本的人格规范 五戒啊 不杀 不道 不隐 不妄于 还有不饮酒 这是基本的五条 这个都是规范我们人生的一种状况 你不要无故乱杀 你也不要因为所有的不杀戒 所以红蚂蚁要拿去放生 那我告诉你 你把红蚂蚁放生叫做犯杀戒 因为它会杀人 它会杀其他动物 不对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你不要轻易放生 在这个时代放生是犯罪的 有人专门呢 从那个什么 缅甸进口泥丘 在台湾放生 这个叫做要求爹 人家在那边能生存 在这边不一定生存 你想想看 那泥丘你要放到泥土里头去 不是放到壁坛里面去 结果从某某骨放下去到壁坛刚好炸泥丘 这个是杀生 这个不叫放生 这都很不宜的行为 很不宜的行为 三十年前 人家找我放生 我也去跟他放生 结果一放不对 某某骨放生 一放生 旁边的那个老农夫就 不行啊 这样会死啊 我们一放下去 那泥丘头都伸出来 大家说 你看他们在感恩在感恩 放生完毕到壁坛划船 那都在这里 冰堵 下面还有那个餐厅的人在那边捞 今天有人放生 他就准备好再捞泥丘 可以炸泥丘 再给人家吃 你想这有什么功德啊 你把它放下去 他说 你们这些喔 害死我了 这么冷的 谁把我放下去 他骂你你没听到 你还以为他在感恩 你看啊 这种佛教徒 不是愚痴吗 不是啊 不能这样做 还有进口那外国毒水来放生 你也卖下妖羞 他放生不是这样放的 不是这样放的 你干脆买一只老虎来放生好了 这个都不对啊 不是这样 现在要的是要去推动环保 维持生态平衡 少污染 对不对 那些野生动物啊 台湾的气候 台湾的沼泽地 这些啊 你要去保护好 我看啊 这个是功德无量 才是真的放生 不要那么迷信 买只乌龟来喔 把你的大名刻上去 然后放生 那叫放生龟 一只乌龟上面名字两三百个人 你看被人家放生两三百次 这只乌龟啊 你看业力有多重 我细细苦苦才爬上来 你们又把我抓去 然后给我念一念念一念 不要念一些什么 然后就放生 然后又有一个人又把我抓起来 然后又拿到南北去 又把我刻个名字 又念了一堆又把我叫放生 他那一辈子就在那边爬来爬去啊 这什么功德嘛 你想想看嘛 所以这些都是规范 时代的不同 以前是这样放生可以 现在这样放生不行 因为以前的大地没有开发 你随便放下去它可以活着 现在不能放啊 不能放 我记得三十岁生日的时候 很好玩 买小鸟 来放生 以后呢 可以大展宏图 那小鸟丢上去 掉下来 那小鸟那也不要爬 我们还在那边游雨的时候 一只猫来 这个很好吃 那小鸟烤到肚子里面去 想不行 那就把它丢到树上去 看它还在那边正在挣扎站稳啊 一只老鸟 啪又把它抓走了 那死啊 你要怎么办 放生吗 那些鸟根本都没有办法活下去啊 你怎么放生啊 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移啊 不要去做那些愚蠢的行为 这个是我们在讲实践的时候啊 真的从宏观看 不要从围观去做这些 我们要做的是很多 所以这一些界律里头的规范啊 我们提供给各位啊 古代的跟现代的有很大的不同 五界啊 是个基本的规范 菩萨界啊 是告诉我们的心胸啊 要扩大 你注意的这个层面呢 要放大 所以呢 它有谈到几条重点 那我们讲的是十重四十八卿 另外一种菩萨界 它是六重二十四卿 那不管是十重四十八或者六重二十四 这个《优婆赛界经》还是《梵网界经》 都不要紧 它都是让我们的心量加以扩大 换句话说 菩萨界的意思是 让我们对于人生的范围啊 你的注意点啊 要加以扩大 我这样的解释跟你一般想象的不一样 你人生所注意到的地方啊 要加以扩大 那不只是五界那五条而已 还有一些地方 有些地方不宜去 比如菩萨界里头就有个规定 这个部队里头不要去 它是告诉我们说 部队是个危险的地方 你不要去 它里面有战争有什么 那你不要去 古代是这样讲 那我们现在不能这样讲 部队是个机密的地方 那你要注意你不要去 是不是这样 那解释的是呢 它是机密 那你就不要去 一有事情啊 人家常常会问你啊 你去那边干什么 那你好像匪谍一样 那没有必要 那没有必要 这个就是说 那个地方可以不要去 那给我们一个 不是均正不宜 所有危险的地方 所有不该去的地方 我们都不要去 它的前世 解释这个部分的那种方法 就不一样 内容也不一样 这些是随着时空啊 在做转变的 那么除了菩萨界啊 让我们把人生的触角 跟敏感度啊 培养出来以外 那我们就有一个 真正想要修行的人 你要注意啊 人生不是凡夫 盲无目标 盲无目标的人啊 他有口脑也吃 那个老鼠钢尸 用出来也吃 反正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吃啊 那我们菩萨界就告诉你说 这些生命不可以伤害 所以不可以吃 它是这样来的 那也就是 你要开始去注意到生命的存在 但是这个很粗糙 菩萨界呢 开始就广泛了 你生活面各方面都注意到 可是呢 你真的要学佛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叫菩提心界 发菩提心 人生觉醒的这个部分 那菩提心界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 也跟你传 传观完毕了 那就是三界内 怎么出三界外的那个心 那个叫菩提心啊 那刚才就跟你讲了 有没有听到 有啊 那有你就要守住这个界 守住这个界啊 你很快就会成就 不是界成就 而是那个法 所以呢 从传界来讲 传界完毕啊 你有没有准备红包啊 你有没有准备红包啊 从灌顶来讲 这已经传法灌顶完毕啊 因为那个法上是要这样修的 你是要这样修的 所以你这堂课断太多了 你知道吗 因为菩提心界就是一个核心一个要领嘛 这个核心要领已经传给你了 那你这个界又得了嘛 那这个法也传给你 你也得了 既得界又得法 哇这不得了耶 这下次回去今天赚多了 赚多了 但是呢 你要实践它 它就会兑现 这个福报 这个善根 这功德你马上可以得到 我刚才讲这第一功啊 菩提道上第一功啊 你去得这一个部分 那你现在得 听是听啊 怎么做啊 那不要紧你去摸索 这辈子要不对线啊 来生一定对线 我们这个法跟你讲啊 你放心 十方诸佛共同印证 你到那边去啊 你就算Passport不亮出来 那个晶片啊 也会感应 佛陀那边啊 哎呀你有那个晶片啊 你以前在华音师海洋法师 已经送给你了 你问你哪里在 因为晶片会相应啊 这个就是法生会命的DNA啊 十方诸佛啊 同一词说 你放心 你不要以为说 那你不小心讲出来我也算嘛 因为你已经得到了 你要是这辈子真的去经济 你马上获得成就 你要是还搞不清楚 下辈子也一定会出现 因为我已经很完整的 把它植入你的法生会命里面了 你刚才好像没有开到耶 有没有开到啊 看你刚才有没有度孤的灾啊 你刚才度孤啊 你就没有接到了 你刚才要是没有度孤啊 没有打瞌睡啊 那你就接到了 这个就是菩提心界 有了这个部分啊 那我们讲 普贤大界啊 那就有可能了 因为你有这菩提心的运作状况啊 那普贤界啊 在实践那种生命中啊 那极端宏观 极度宏观的这个部分 那普贤界才能够展开 那这个部分只有在我们法院道场才有的 其他地方没有的 因为他要你做的事 一件事情当中包含一切事 你知道吗 一法当中啊 可以包含一切法 这个部分 那你要透过普贤界的规范跟实践 那你才有可能啊 来落实它 兑现它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特殊 那么这整个四种大界要怎么样串联起来 那我们就是用金刚光明法可以 金光明金 这个金光明金里面的方法把它串联起来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忏悔法门 也就是让我们啊 去还行 去检讨 去发愿 去前进 去回向 因为马上都跟各位的实际行为啊 产生作用 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这样子 好像啊 不太好 尤其啊 透过师父啊 在大殿上这样讲 好像有点那个那个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佛陀他也这样讲的 我们几千年也这样来的 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完全误解了 我们必须重新来过 所以这一个部分我们提出来啊 是要各位懂得 他是在协助我们 对外我们 让我们更方便 更容易达到解脱的目标 而不是啊 在束缚我们 也不是啊 我们在做怪 因为在现实的生活里 这个环境 确切实实啊 跟以往已经不同 有很多生活啊 我们已经不一样了 真的 跟各位讲 大家讲到戒律啊 大概都会提到吃的东西 吃的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吃的 确实有问题 我跟各位讲喔 你假如吃到 要再吃维他命完了喔 你的吃就一定换界 不管你怎么吃 假如你在吃啊 没有胃口 吃饭不觉得好吃啊 只是按照啊 一日三餐的这种仪式来吃饭的话 那你这个吃饭已经换界了 不管你怎么吃 你吃的什么 什么生机饮食啊 不用煮的啊 从地上挖出来 一条就塞进去的啊 这绝对的这种什么 有机饮食啊 我告诉你也没用啊 这个都不对 吃的本身啊 就是要能够让你啊 产生生命的活力啊 今天我们对吃啊 对不起 没有办法产生那个活力 你这个吃的本身就是有问题 同样其他部分也一样 那我们必须从这里来改过 古代人为什么这样 那我们现在想不到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生活 那你现在在长期的压力之下 你的人生完全扭曲啊 那么要面对我们真正生命的展现啊 要把我们活出一个亮丽的人生来啊 确实我们有很大的障碍 那你到底压力从哪里来 你并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整个规划里头 整个教学体系里头 一直把这个生命教育啊 列为基础教育的原因在这里 生命教育里面啊 包括着家庭教育 我们从小在家里 父母就要教我们的 我们父母都没教 你也不能怪他 父母很认真 拼命赚钱 想要养家 想要活口 想要成家 想要立业 那他认真也没有错啊 可是他的认真呢 却没有办法把子女教好 以前不是啊 以前生活很稳定啊 你出生就像小狗赖着母狗一样 妈妈呢 就像母狗一直照顾我们 帮你洗衣服 帮你洗澡 帮你怎么样 通通帮帮自己来 现在不是啊 你怎么长大你也不知道 就反正这么大 这么大就有意见 一有意见就冲突 一有冲突呢 就开始发泄 然后呢 就头破血流 一辈子莫名其妙 好像什么都不对 然后又想要成功 又想要出人头地 又想要这样 又想要那样 我们一直在这种恐惧中成长 你说有错吗 好像也没错 大家都一样竞争 衣服穿起来都蛮亮丽的 可是 内心里头呢 一再的惶恐 有吗 想想看 我不再恐惑你啊 你也不一定对号入座 但是这些是普遍存在的 普遍存在 那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些恐慌给除掉 很有可能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家庭教育 要弥补我们这个缺憾 那这个缺憾 假如不补过来啊 我们人性啊 始终有一个 我要什么 你始终要不到 因为你不知道要什么 你只有一个心灵的饥渴 我要一个东西 就这样而已 你要什么你也不知道 你会一直追 追民 追利 追感情 追事业 追地位 追到了以后 我还是缺一个东西 因为那个东西啊 是你小时候啊 在家教当中 父母亲应该满足你的东西 你没有满足到 那么你一直要去满足那个东西 它已经转变了 随着你的成长它已经转变了 转变了以后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你已经不知道了 所以你会再继续地追求那个东西 而那个东西在现实的社会里呢 那就这样啊 明啊 利啊 我以为他是阿扁 结果阿彭 我啊 那怎么办呢 他又当不了阿扁 那我又希望他当阿扁 那结果他不是阿扁 那怎么办呢 那又来了 情绪就一直混杂着 一直混杂着 那当这种情况啊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你只有回归到你生命的原点 从那个地方开始做调整 开始做调整 开始做调整才有可能 每个人有理想没有错 可是你的理想 即使对线也没用 因为你还有一个理想 你会发现你不是理想 你是一种欲望 因为你从小就欠缺的 所以那个东西要怎么把它 煤平啊 把它填平啊 我只能告诉你说 佛法中可以发现你 佛法中也可以满足你 那个生命中欲望的漏洞 可以帮你填平 可是你现在要怎么去进行呢 这个现在很难教 因为我们缺少了足够的工具 也没有制度 我搞了二十几年了 才发现说 原来你问题出在这里啊 那你这一个问题要怎么去处理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弄平啊 那就是制度啊 教学体系要弄起来 没有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 没办法 像我们叫一群人来 你知道每个人都健康的吗 他很多问题啊 你要特别跟他辅导吗 没有啊 他只是一个法师啊 那他的辅导可能需要心理智商师 可能需要医师 可能需要律师 那你假如都没有的话 那你是秘医啊 对不对 那你是江湖郎中啊 你根本不是正牌的律师啊 你怎么帮人家处理什么事啊 你都没有办法 那么为了保障这个工作没有问题啊 那就变成问书 问大事 办大事 很多啊庙余的广告啊 问大事 不是问大事 问代志 办代志 是吗?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宗教本身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那这个教育体系啊 就是我们现在所谈的 制度 组织 就是经营跟管理 那么让我们每一个信众啊 都能够拥有良好的这种教学体系 把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所遗漏的那个部分 把它填平起来 那不是很快 但是一个人假如经过十年到十二年的时间呢 他绝对可以弥补人生中的那种欲望的漏洞 各位不要看啊 这个我们从成定中都看得很清楚啊 一个小孩子在哭啊 他就是一个欲望 他需要一种满足 你去注意看 小孩子婴儿在哭的时候 你只要抱起来他就不哭 为什么抱起来他不哭 所以不会带孩子的人 他就会被孩子抱走了 因为他一直要抱着他 一放下去就哭 那他放下也不是 等到他越来越大 孩子是一天一天在长大 你会发现 不会带孩子就溺爱孩子 溺爱孩子的人有个特色 就是孩子一哭就抱 这个痕迹都很清楚 可是我们不知道 妈妈还说我才没有溺爱 我还教得很严格 你出事啊 你不知道啦 为什么 这些孩子从小失落了什么 你不知道 我们在生命教育课程里头 这个东西讲很多啊 我 你没有说过任何心理学 读大学 读大学的时候有心理学概论 这样而已 但是这些怎么知道 就是你成定中可以看到 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各位 你好好的 把这个制度弄好 那对你 对大众都有很好的帮助 我们相信啊 新时代的佛教 他就要展开 他不是啊 社会上失忆人的俱乐部 他更是社会上 一个健康的人 成功的人 他施展他理想的一个天地 这才是极乐世界 所具体呈现的地方 我们这样祈求着 也这样期望各位来参与 我们要修行 请到华言来 华言绝对是可以 让你修行的地方 他不但让你修行 他还会拥有一个 很完整的教学体系 那这个 这块原地 需要我们共同来努力 希望各位 也祝福大家 我们好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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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